每次這些美國拉了這些盟友們 嘴巴都會說 要挺台灣 台灣和平等等的 但是呢 搞了台灣又很兵兇站委 嘴巴說台灣要和平 但是卻讓台灣卻很不和平 嘴巴說會挺台灣 但是你真的 真的一旦開戰的話 你會來嗎 蘭德報告 他說印太地區各國根本自顧不暇 去支援台海的戰爭 根本力度有限 另外還講說 為什麼呢 很多國家都是不會這麼想做的 比如說 最有能力是澳洲跟日本 但是兩國都面臨很多政治的障礙 另外還有韓國 也是在韓半島之外 他就不會想去參加這個相關戰爭 印度 印尼 馬來西亞跟越南 都是強烈不結盟的 意思就是說 美國在印太或亞太地區的盟友 根本沒有人會來幫台灣 這個蘭德公司我要介紹一下 很多年來他跟台灣都有聯絡 那我也參與過他的兵推 我也參與過大象 那個CSRS兵推 嚴格講起來 蘭德的兵推比較著重在軍事上面 沒有掺杂什麼政治的考量 所以他講這個話 我覺得有八成可信了 第一個 今天你加拿大扯來扯去 你鞭嘲莫及 你能做什麼 do nothing 他飛來都已經 對 那現在就是說台灣的安全被美國一直吵吵吵 本來我自己的觀察 中國大陸現在並不忙得馬上要武統 沒錯 他也 大會裡面也講的是和平統一 第二個 我們就算一下大陸現在的狀況 外有各國的圍堵 內部經濟還要到脫貧還要到這個小康 那麼大外交正在推動沙烏地的伊朗的 和解 中東的問題 他都要有點時間去收戰果 協議簽了 生意做了 戰略有盟關係見了 這些事都比目前馬上要武統台灣來的重要 所以今天這個危險是美國一手在西方媒體吵出來的 我覺得 當然遲早兩岸之間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絕對不是現在 這個危機是美國搞出來的 藍德公司分析的很簡單 南韓眼影只看到北韓 他能不能對付北韓都有疑問 還要靠美國的保護傘 美國的保護傘敢撤離南韓嗎 北韓住在南韓的美軍敢動嗎 你一動金小胖是吃素了 那這是個問題 第二個日本 日本的憲法還沒修 他怎麼能出兵呢 對不對 第二個日本要算下 他出兵的結果是什麼 北邊的俄羅斯 西邊的這個中國大陸 對不對 都被夾擊了 都被夾擊嘛 他自顧都不暇嘛 這個東西他能出兵 他只到現在為止去講 我只能提供後勤資源 就是說你美國基地在我這裡嘛 我當然提供後勤資源 那還是迫不得已 他絕對不敢 衝到第一線 衝到第一線嘛 對 所以他已經放話說 我美國給你後勤資源 所以問題 日本的老百姓 百分之七十不贊成 捲入贊成 我看最新朝日新聞說 八成是不願意 八成你看 然後只有一乘一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 新加坡會嗎 新加坡跟這大陸關係好得很 對啊 馬來西亞印尼 跟大陸生意好得很 那越南是同志家兄弟的關係 而且還跟俄羅斯好朋友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 印度是個投機分子 印度也沒這個實力 也沒那個實力 所以 美國現在眼睛最注視看的就是日本 對啊 他希望日本跟台灣一樣 這兩個趨勢 拿去消耗中國大陸 那日本會那麼傻嗎 對啊 我當馬前卒 對不對 而且我已經負擔了你海軍 美國的基地在我這邊 人家打你美軍基地 我是辭於辭殃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這問題 蘭德公司講的有它的道理 我講實在一點嘛 不要聽了一些政客 喉來喉去 政客都是要放大話 來增加自己的聲浪 對 那日本的那個首相 跳上跳下 跟安倍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是 所以真的是要看清楚 政治人物有時候講話 真的不見得 嘴巴說愛好和平 要挺台灣 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們先來看看 說到了這個炒作 這個議題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不是說要對台灣 有5億美元的軍援 說會提供 包括刺針飛彈 標槍這些東西 然後呢台灣這邊 退府會主委 馮世寬就說 那你接到這個 所謂5億的無償的援助 必定會付出 不可預期的代價 他說了老實話嗎 另外說到了第一島鏈 賴清德最近 跟45天執政的這個特拉斯 英國前首相 最短命的前首相 然後他會面的時候說 台灣會在第一島鏈發揮力量 沒錯啊 因為第一島鏈 可能只有你去參戰 我要請教賴清德 什麼樣的力量你發揮 對 是反攻大陸嗎 怎麼可能呢 還是牽制中國大陸嗎 還是跟中國大陸全面斷交 AQFA也不要了 對不對 對啊 那台灣的經濟問題怎麼辦 前面你們歸黨貪污收刮了那麼多 台灣的負債已經是很重 再加上這個軍售 美國每次講無償到 後來到國會就變有償了 還要付利息了 對啊 對不對 那台灣的經濟真的不看好 你前面這幾年 國家隊超前部署 疫情都是8000多億 對啊 軍售又是這麼多 是 所以嘴巴說 真的很愛台灣挺台灣 然後給台灣 這所謂5億的軍援 但是剛剛將軍私底下也說 沒錢的真的可能比較要擔心 可能也比較貴 那另外來看到是說 你真的會挺台灣嗎 到最後 會不會也像蘭德公司說的 印太各國根本自顧不暇 支援台海戰力力度有限 所以台灣真的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不要真的當馬前主了 好我們說到中美的博弈呢 軍事底氣就是最重要的 那最近呢大陸有一些討論 說中國大陸有5大的隱藏的武器 希望未來要出來 那什麼有哪5大呢 第一個就是6代機的部分 殲20總師楊偉有說 30 40 50系列都會跟大家見面 所以6代機編號大概是 殲30 殲30 第二款的武器呢是轟20 大家也都是很期待 第三款武器呢是東風51 它呢是洲際的導彈 可以擁有覆蓋全球的能力 投擲能力更強 速度機動性都有改進 好更多的分島式彈頭 比這個東風41還要來的強 好那再來第四款武器就是 將軍講了好多次了 096戰略核潛艇 它比094還要更安靜 而且呢消雄娃動力系統啊 穿體結構都會進行下功夫 航行的速度的深度也會進行突破 好第五款武器就是核動力航母呢 在這些武器啊 我們先看它的厲害在哪裡 是對付誰 對 目標是誰 我們先講第一個六代機 六代機 不是美國在發展六代機嗎 是 那我就要跟你相抗 一定要有 我殲20要對你的F22 對不對 那殲20上面再往上面發展就是 就是六代機 它還有殲35了 對 先生我等會再講 這個隱形戰機啊 因為它是做戰略轟炸機 它的飛行距離一定很遠 那換句話說它打擊的半徑呢 大概美國的第二島鏈第三島鏈 都在它的攻擊範圍 哇塞 那很遠 對 要不然它用不著發展這個 六代機 六代機 六代機它航程一定會擴身嘛 對不對 那這個因為你轟20也是 比轟6飛得更遠推力更大 又隱形 又隱形 所以空軍來講 這兩代飛機呢是對美的 那對台的 跟太平洋裡面近岸的 甚至於印太的 是1035 1035現在已經有激情出來了 是 照片也拍到了 那1035它這個飛彈呢 也很進步 有近距離的霹雳10 霹雳15 對 都是可以做 霹雳15可以打超四距 那就是遠 遠程的這個空中格鬥飛彈 P10呢 霹雳10呢是進程的 那這個它是代替航母上的這個 舰載機 這個飛機就是將來對印太地區 會用到 會用到 那這個將來要取代F16 殲16 殲16 所以這個它將來預計要造1100架 那嚇死了呢 這個數量很大 如果真的是1100架的話 那是不是等於也是世界第一名的 它目標是說要 因為現在全世界空軍第一名是美國 當然 所以它要跟它抗衡的話 它有兩個計畫 一個是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 六代機 它要造 還有殲35 殲35要造1100架 是 再加上 再加上殲20的900架 對 它就是2000架 對我們來補充這個數字好了 最近將軍特別講到殲35 討論度好高喔 因為呢 央視影片當中就售出兩款的建載機 一個是殲35 另外還有呢 包括了是升級版的殲15 那剛剛 將軍已經說了 殲15的話呢 它能夠怎麼樣 有一些加強 能夠有霹靂10跟霹靂15 然後呢 講到殲35的部分呢 為什麼說它有這些價次的一個說法 因為 沈飛 他公佈了一個宣傳的視頻 說要興建的廠區的工廠 那大家就說了 那你那個有一個新的廠區幹嘛 就是殲35的產量要提升了 那 沈飛有說 他現在有脈動的生產線 好 那讓他提高他的一個產能 然後呢 那到底要幾架的殲35呢 殲35說需要1100架 然後800架的空軍是需要的 然後300架是海軍 所以加起來是1100架 然後殲20是900架 還有400架的殲16啦 跟300架左右的殲10 所以加起來就是2500架 要變世界第一了 對 因為老公現在要淘汰 1600 1700 他85個航空旅裡面 還有幾百架是1600 1700的 那怎麼取代他呢 取代他就要造新的飛機 來填這個空缺 填這個空缺 所以他的目標就是說 我這個殲35 跟這個所謂殲20 我要比你的美國的F35B要強 就說我在這個要克制你 因為現在美國最大的產量 就是F35B 因為他的F22 不慘啦 不慘啦 停慘啦 對 還在等他的六代機 所以在這個主力機種上 他要用這個1100架 跟這個900架的殲20 來壓制這個 美國 壓制美國 另外他的戰鬥機 還是數量要夠 他還有一個很優秀的 1100C 對 1100C也是蠻厲害的一個機種 是 那麼1100C跟1100 這就是第二波的 第二層次的一個戰鬥力 所以慢慢就把1700 1800這些都推掉了 換句話說 他說要花一點時間 他才能跟美國的空軍 抗衡 所以他的大計畫裡面 現在是 他是為什麼要加速生產 以前我在美國就聽說一個 叫Meyers的造飛機生產線 飛機進去 組裝 裝引進 裝這個 裝油漆 最後出廠一條線 那工廠長達一公里 OK 他現在也在搞這個 就中國大陸說法叫做賣動生產線 其實就是生產線 對 就是一體成型的生產線 前面來缸架 後面來機輪 跟現在的汽車工廠一樣 這樣的話 工人就不需要訓練的很複雜 我只做一樣 只在我面前只做這一樣 就是說 簡單來講說 我負責做的是輪胎的這一塊 將軍負責做的是隱形的這一塊 他做螺絲 專門都做這樣子 他專門做的話 就不會說 以前要靠老師傅 對啊 什麼都要會 所以他這種生產線產生以後 他的生產速度會很高 所以他講9000架 11000架 是有這個可行性 有這個可能的 回過頭來再講這個 六代機之後 轟20 轟20 轟20因為轟6 它的載彈量只有3到7噸 那這個在轟炸的戰場上 吸彈量是不夠的 所以他把轟20呢 弄出來是幹什麼 他可以帶20噸的炸彈 那這個破壞力就大 那航程也比較遠 轟20可以飛到1.2萬公里 那換句話說 他作戰半徑都是七八千 所以他在他的戰場 再加上空中加油機 加上去的話 他飛16000里 就是來回8000公里 都可以作戰 那就是 這叫 中國大陸的術語就是 投射力量 project 我能夠投出去 能干預到多遠的距離 從他的機場到戰場 都在他涵蓋之下 那麼這就是一個遠程的 轟炸 其實對大的面積的作戰 轟炸機的破壞力很大 戰鬥機是一架對一架 或者是打什麼點啊 什麼雷達炮陣地 那種一般的戰鬥機可以用 但是對大規模 大面積的大目標的 就是轟炸機 我想各位觀眾以前都看過 B-52 B-27 在戰場上的破壞力 那個東京大轟炸 死了多少萬人 整個城市燒掉了 那B-27 就是一個上校帶的 航母去起飛的 所以我們一般的 千十五 千十六 這些就是打點目標 這個戰鬥機是打面目標 那換句話說 你在戰場上 一個屍 一個鋁 它可以一次就給你搞 一次搞光 對 這個東西對我們威脅很大 對 對我們威脅很大 好 那再來 東風-51 東風-51 那更是 為什麼這麼驚嘆嗎 東風-5G 它是從41開始改良的 飛的距離更遠了 1.5萬公里 1萬5千公里 那麼它的打擊目標更遠了 對 那麼它的各方面的燃料 推進機都會比以前要進步 所以換句話說 這也是戰略武器 不是對台灣的 它還下不來 了解 它飛那麼遠 太遠了 太遠了 它大概是最對付美國的 是 所以它不能從東北發射 越過北極 打你紐約那邊 從太平洋 打你西岸的 洛杉磯的 這些都可以威脅得到 所以這個也是戰略武器 我平時來講 對台灣沒有威脅 那是對美國大國角逐用的東西 是 再來是096 096 核潛體 096有一個最大的突破 潛艦最大的致命傷就是被敵人發現 因為潛艦的船殼在水深底下壓力已經很大了 如果旁邊有個深水炸彈一爆 船殼一破 這個船就毀了 而且沒有一個人能活的 因為是水深嘛 所以保持靜音是潛艦最重要的一個達到的目標 那以前中國大陸的原籍宋籍那個潛艦呢 被人家西方國家笑海底的火車 什麼意思啊 比較大聲 轰隆隆隆隆 老遠就聽到 所以他後來到積洛級 蘇聯把積洛級的潛艦給他以後 他進行進步很多 那現在他不滿足這個 他現在這個096 他用的是什麼 拱喷 他說我不用那個內燃機 去帶船洞軸 各位開航汽車的都知道 你車底下有一個很粗的鐵棒 從車頭的引進傳輸到後輪 你知道吧 那叫船洞軸 船上也是有船洞軸 你想想看 一個潛艦 100多公尺長的船體 你船洞軸起碼也有四五十公尺 這麼大根鐵棒 它在那個轉動的時候 金屬會共振的 這邊在振動的時候 那個下面船口也會振動 就會產生很多的靜音 現在中國大陸 一個姓馬的博士很厲害 馬委民 馬委民 他是電機博士 他就用什麼 像我們家的電風扇 他把那個電風扇 線圈馬達 裝在船尾巴上 就在這個螺旋槳上面 那用電力磁力驅動 讓這個螺旋槳轉 他就省掉這麼大一根傳動軸 他沒有傳動軸 照音一下子降得很低很低 而且他的幾個螺旋槳的葉片 也做調整 他就不會像很多 我有看過快艇 打到速度快的時候 外面一層空氣包的 空氣包的話就沒有吃到力了 你知道吧 打不到水 他把葉片的角度調整一下 每一個片槳都能夠滑到這個水 那麼他的推力就出來了 是 所以這兩項突破 讓096的航數又增加了 靜音又減少了 他噸位也大了 因為沒有傳動軸內燃機 船體裡面的空間也空出來很多 對 空間空出來很多代表什麼 我可以多帶飛帶 我可以增加 墊上很多娛樂空間 讓長期潛伏在水裡三個月 六個月的官兵 還有能保持身體的健康 對 所以這是一個突破空間擴大了 航數增加了 靜音降低了 所以096這個拱喷技術 是很大的一個突破 那個戰略潛艦 它又可以水潛到500公尺以下 對 那你更難找到 在這個深海海底 你幾乎聽不到它的聲音 是 所以這個 這個對美國來講是很大的威脅 對台灣不比 台灣西海岸很淺 對 那最後我們就問一下將軍 因為剛剛除了這個何動力 我們講到很多之外 動物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棒的一個驅逐艦 但是現在呢 英國國防部說 中國大陸在研發057的隱身驅逐艦 是中國大陸最新研發的大型驅逐艦 它採用是電磁等離子隱身的技術 然後呢 可以採用是海鴻9B型的中遠程的防空導彈 可以對22個目標進行跟蹤跟攻擊 另外呢它還配備 他們這些是期許它會放什麼東西呢 會標配155毫米的電磁炮 然後呢還有電磁機炮 它就是電力推動的防空機關炮 另外呢還有呢像是 因為現在都是比較是113的進防炮 結果現在用的如果未來呢 變成是電磁推動的這個機關炮的話 它就可以快速的裝填 好那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很大的戰力的提升 它有幾個科技上的突破 我們一般講隱形啊 就是靠反射面小 所以船做成什麼角度啊 飛機要做成什麼樣角度 翅膀要怎麼樣修 它這個不是 它是放出一個電磁波讓你看不到它了 或者是可以位移 比如說你看到的是 我真的站在那邊 我船在這邊 是 這就是電離子的這個作用 讓你的偵測系統 雷達系統都失效 這是一個 第二個它的防空火力特別強 它可能是擔任船團的防空火力傘 它可以鎖22個目標立即反射 它身上的東西都是防空的 電磁炮是未來 全世界所有船上的箭炮 可能會被它取代的 因為它不需要承受這麼大的作力 你知道嗎 大口徑的箭炮打一下船都會抖啊 它是電動發射的 射速快 射速快 造價便宜 它是用電磁打你嗎 打電 所以未來將來這個 船跟船的對面作戰都是玩意 第一個它要防空 人家的飛彈進來 我的攔截飛彈沒有攔上 進迫防禦就是像我們現在用的快炮 機炮 打一個面 打出一個面 它現在搞的一個新的機炮 也是電動 所以我覺得馬曉光 對中國解放軍有很大的貢獻 他一出來什麼都變電動了 這個機炮也變成電動了 裝田塊啊 一邊裝一邊打 就不會像我們以前 打一個彈簾完了 那個彈藥兵要去拿另外一個彈簾 卡上去再打 中間就有空隙了 而且射速還慢 它這個等於就像這個 這個士林機關炮一樣 打出來很多 這個幹嘛 這是對進迫防禦 就是說飛彈已經貼了水面 快到我船旋了 大概幾海里的時候 它把你打掉 所以這條船啊 我的感覺就是說 是航母也好 是大驅也好 它的帶刀刺尾 防衛用的 它是建立一個空中的一個盾 不管你是反艦飛彈來 或者你是別的地方的飛彈來 或者是貼的水面來的 或者是人家的船突進來 魚類快艇突進來 就是由它 它就等於在最外圍 形成一個大的 這個防空的防護圈 所以這個東西 我都不知道 中國大陸怎麼會出 這麼多軍武科技 這有點嚇人 這太快了 對啊 剛剛將軍特別講到 這個馬瑋明博士 他其實 其實在那個電磁這一塊 的確是有很大的一個貢獻 那更別說之前的 前老師 前學生在導彈的這個領域 也給中國大陸很多的一個啟發 所以將軍怎麼看 因為動物我們都知道說 對美國已經威脅很大了 那如果說057也出來的話 那美國針對於這個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如果再加上航母這些的話 會不會慢慢的它也是怎樣 越來越被擠出去了 因為什麼 你解放軍的航母也好 大驅也好 也會遭受到敵人的反艦飛彈 飛彈的攻擊 對啊 那今天我有毛攻擊人家 我一定要有盾保護之處 這條船出來就很明顯 就是說你 尼米茲還好 或者是神盾艦也好 你攻過來的這個飛彈 我都有防護人 OK 就是說有毛我就要有盾 你的毛長我的盾厚 對 所以中國大陸 剛剛我們講的很多很多 都是毛的這一塊 動物112個垂發 052D64個垂發 都是攻擊的非常強 但是將軍說了 057它很大的一個 是一個保護的盾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越來越強大 謝謝大家收看 比如說美國要把台灣呼克蘭化 右大陸打台灣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多一個下載 多一個下載 黃瑞 你敢來 五個四個 然後 其他人 是 有 感谢观看